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的方法可以在一个坐标系当中 那么横坐标 纵坐标交叉的这一点 就是不偏不移的 不偏阳 也不偏热 也不偏虚 也不偏寒 那么这样子的呢我们叫平和体质 那么其他的八种体质呢 都是从这个向线来说呢 它是会有一定的倾斜性 偏颇 那么偏热的这有四种体质 比如说阴虚体质 湿热体质 过敏体质和气域化火 这几种体质呢都是偏热性的体质 那么热性当中呢又分虚和食 虚的是阴虚火旺体质 食的是湿热体质 克冰体质和气域体质 这四种体质当中有分虚食 所谓食是指的身体当中的代谢产物排不出去 就是有鱼的物质 有那个代谢产物 垃圾性的东西 毒排不出去 这叫食症 所谓虚呢就是正气不足 身体当中应该有阴 比如说应该有水分啊 应该有这油脂啊 应该有一些血液啊 应该有一些阴的东西 那么阴不足了 那么就可以造成阴阳失衡 而出现阴虚体质